山边 海底 搜救人员400多人找了快4天 终于群获9岁女童张子欣 发现她的船长紧紧跟着 仿佛保护着女童走最后一段路 13号周六中午发现女童 她的父亲晚间10点认识 17分钟女童父亲崩溃 无法行走得靠人搀扶 时间来回上星期 梁姓夫妇向张子欣的爷爷奶奶 以一个月500块人民币租下一个房间 认识几天带女童到处吃喝 7月2号他们说要带女童 去上海参加朋友婚礼 凹到最后爷爷奶奶也答应了 4号一行三人出发 第一站竟然是福建 又到汕头再前往宁波 前三天发视讯通电话报平安 女童开心在海边玩 在天津工作的女童父亲感到不对劲 7号下最后通牒 要求对方带女童回杭州 爷爷奶奶家 他们答应了 却继续到处游玩 电话不通 从此失联 浙江宁波市象山附近的监视器 拍到三人最后身影 8号在海边发现良性服服遗体 两人一脚还绑在一起 却见不到女童 目前基本确定 两人与网传的宗教组织没有关系 父母女俩最后交谈是在7月7号 女童说爸爸我回不来了 父亲以为是当天不能按时回家 没想到一语成诚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女童已经失踪 她的父母亲8号去办离婚手续 在这场良性男子欠债跑路 嗜堵成性 外界朝着是否拐卖不成 经济压力之下 良性夫妇带着拐骗来的女童 疑快轻生 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 让家长们的安全神经再度绷紧 记者李云成综合报导